现在是韩国,时间晚上的7点40分,来到了釜山大的北门准备区,带你们看看晚上釜山大的夜景 沿着北门一直往上走,右手边是自由馆学生宿舍,自由馆底下有一个咖啡店,来这家咖啡店学习的学生还是比较多的 继续往上走是釜山大学的新兴图书馆,第一阅览室是24小时悬线开放的 可以看到刷学生证,通过杂志就可以追到图书馆的地方 图书馆的侧边有一个农邪银行,24小时都可以使用的ATMG 而对面的是金井食堂,食堂旁边有一个韩亚银行,24小时开放的ATMG 这边是福山大学的金银馆,就类似于中国国内的工商管理 新闻专业有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国际经营等 金银馆大门口有一个小华尔街之中,它的时钟断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代表着世界汇率的变化 经营学院对面是经济通商学院,里面有贸易系,经济系,国际观光学系等五个系 然后我自己也在这个系,我在贸易系 经济通商学院往上走一个坡,然后这边是福山大学的法学院 左侧是第二法学院,也就是法学图书馆 经济通商学院的旁边,侧边是一个网球场 然后大晚上现在还有很多学生,老师在这里打网球 运动氛围浓烈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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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音乐馆 在学校的最后山上 不过可以坐校车 这边是福山大学的大操场 然后从这边过去可以看到操场的开放时间 冬季和夏季开放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是临近其中考试 现在也没有球赛 所以晚上球场上没有等 我晚上这边来散步跑步的学生和附近居民也比较多的 从大操场跑了六圈之后 大概三到四公里左右 现在腿已经不是自己的腿了 现在是 现在准备往下走 准备回去 这边是造型馆 造型馆分两个学科 设计学科和造型学科 整个设计都是非常时尚的 最新的建筑 平时大区就是造型馆的正观之宝 有巨宝 这里是福山大学的秀音之塔 象征了福山大学的口号 星星学子展开学习学不得翅膀 来福山大学展开你梦想翅膀吧 这里是福山大学的彩虹之门 但是它这个彩虹是白色的 等我还有一个小的 彩虹门是彩色的 这个是福山大学的小彩虹门 这边是福山大学的周边店 纪念品店 现在营业结束了 这是福山大学最新更换的校会 校训是英尼时代 打开未来的展示 在几天的市场里面 我看过去 小彩虹门 被秀音的秀音 要从小彩虹门 在小彩虹上 在小彩虹门 是在小彩虹门 在小彩虹门 那边在小彩虹门 在小彩虹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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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